谈谈东航 有朋友问他现在未有货 他说多少钱可以进入 上网多少和止蚀位是多少 之前有一个航空事故的时候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但是上个星期初段的时候 其实也开始反弹了 东航,Thomas你又怎样看呢? 东航的670 看回那个股价 就是之前飞机失事事件的时候 曾经的股价去到两个半 这些位置 现在的位置是两个六毫半左右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消息已经消化了 下行的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短期如果没有什么 很利好的消息的时候 有个心理准备 倾向上在两个五毫半 去到两个七之间 一个整固的格局 机会会比较大 短期可以憧憬的一些利好消息 就是上海封城 是什么时候会解封 以至到内地的航班 就会有一个更加畅顺的状况 这个对于股价表现 会有个帮助的 如果你说比较谨慎的投资者 可以考虑低过两个六才考虑的吸纳 至于进取投资者 即是现水平来到的吸纳 我自己觉得风险也不是很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